歡迎收看南投好魅力,我是阿土 今天這集是原來草屯有這些店家PART2 究竟草屯有哪些特色店家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先來看看今天有哪些夥伴 阿文,從小就把火鍋湯都喝完的火鍋達人 六一,從小偷偷用你用錢買飲料的飲料達人 Jaja,從小吃麵包吃到大的麵包達人 天壯,從小吃糖長大但不是台南人的南投人 接著來到草屯在地茶飲 Kiki愛玩茶 抹茶鮮奶用兩種抹茶精心調配 加上牛奶這綠色漸層好美好美 檸檬綠茶杏切現價滿滿檸檬原味 微酸微甜又帶茶味,這味真的對 高山清茶真材實料茶葉沒在省 喝起來欣欣不色還會回甘的 老闆娘15年手搖經驗出神入化 依照客人需求竟然還可以客製化 第一杯,漸層抹茶 來,珍珠 對,沒錯,它的珍珠是白色的 好喝,喜歡抹茶的話一定很喜歡 蠻抹的,完全沒有什麼奶味 對,然後真的是有喝到日式煎茶的感覺 日式煎茶 就是你真的是很像在日本有喝到一點抹茶的感覺 抹茶粉 豬肚夾肚 抹肚 然後它的那個珍珠啊很Q 嗯 然後如果人很常會讓我再喝第二口 哈哈哈哈 那它是無糖的耶,無糖會好喝吧 無糖好喝 錯耶 對,它珍珠也不甜 雖然珍珠不甜,可是它無糖很少 喔,有味道不負擔 對,沒錯 讚 它的檸檬是那個,直接現切,然後現炸的檸檬原汁 喔,很凝耶 檸檬味滿滿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的確有加一點糖 但它綜合,它不會到那麼酸 因為有些檸檬的酸味,它會就是刺舌頭嘛 但它的好像不太怪 不色就對了 完全不色 然後它的這個冰塊,我覺得算是冰的恰到好吃 因為現在其實喔,不要看一下閃月 熱的鑰匙 這個冰塊真的加進去,真的是透心涼 嗯 好喝,給過,檸檬綠茶 讚 最後一杯,原茶類 他說這個是他們賣很好的青茶 喔,有點像那種現泡茶葉的味道耶 還不錯 它茶味是比較濃的 但一點點的色違 因為它茶味畢竟比較濃 所以它後面會有一點點的冷色味 還是很好喝 我覺得比較適合那種就是 很喜歡濃茶類那種的 所以你不想喝太淡,有沒有 這是第一泡的那種感覺 好喝 濃茶代表 噢,好喝耶 好像去那種茶葉伯蘭會買那種冷泡茶的感覺 哈哈哈哈 茶葉伯蘭會翻車啦 翻車 永遠茶葉伯蘭會 去Piki個好了 哈哈哈哈 好喝耶 我喝四口了 喝一下那個檸檬綠茶 嗯 欸很好喝耶 這個叫做推推 在地茶椅 咬打連鎖店 提提愛玩茶 讚 來去草屯老字號麵包店 OMG 草屯國中邪對面的知名烘焙 在地經營三十幾年毅力不墜 拜拜用的壽陶壽塔那是招牌 逢年過節生意爆炸人人都要排 麵包多樣傳統實在客人都搶 調味低調愛愛奈寒光 越吃越香 好現在因為東西實在太多了 老闆娘給我們很多東西 讓我們帶回來吃看看 於是我們現在有三個人 我們現在要來輪番比賽 有請我們一號選手 JAJA 好我第二樣選的是這個 買酥麵包 我會選這個 因為小時候我媽很常買 買酥麵包給我當早餐 所以我很痛恨買酥麵包 他最好是給我不好吃 不然 便宜會很低喔 小心點喔OMG OMG買酥麵包 七塊碗 有 我覺得 可能有的麵包丁做不好的話 他這個奶酥麵包油耗會有很多 這個就還好 我覺得他真的是好吃的奶酥麵包 但畢竟我那個奶酥麵包印象沒有很好 其實因為是印象不好都願意給他 還不錯的評價 對對對 他是很ok的奶酥麵包 懂懂懂 可以吃一點狗吃看看 很棒 還不錯吃欸 他輸的很酥 他不會過甜 吃起來也是蠻可惜的 他味道都不會太重欸 OMG 好重欸 我給七分啦 七分 我來選這個小熱狗 以前就是國中的時候 放學 我們家都會去麵包店 我會選擇一下 麵不森的 當然都會買這種小熱狗 來吃 一般的人 那種熱狗 我之前吃的都會有點 麵包也太軟 就沒有那個 沒有紅鬆的口感 麵包口感蠻緊緻的 對 這個口感就是比較 紅鬆 然後咬下去就是 比較有嚼勁的感覺 麵包級有幫他加分就對了 有有有有 七點五分 放學回家 要讓我選一樣 我可能就會選這樣 那如果他跟那個 雞排合在一起 我會選哪一個 可是價錢不一樣 這樣就沒辦法 沒辦法 下面一位 哈囉 我現在要來挑一個 克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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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啦 就是奶油嗎 對奶油 他說這也是他們很康的 而且他說他們的 產品大部分都有 健康 以前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說 這種麵包可能會很甜 然後但他們的吃起來應該就還好 對奶油 它有點像是那個車輪餅 裡面那個奶油車輪餅的那個奶油 蛤真的假的 它比較 它比較 它比較薄 但是不甜喔 跟我一點點 欸真的欸 是車輪餅裡面的那種奶油餡欸 對 那個車輪餅的奶油還比較甜 這個是真的不甜 對 我覺得這個如果熱熱的應該會很好吃 對 我覺得以剛剛的經驗程度 可以給他 9分 顛破我的想像耶 他的嘴裡 然後口感又很滑順 對 真的日文很辣 蠻特別的 試試看披薩好不好 因為我們吃罐店的披薩 外面賣的 對 冰包店的披薩 非常不屑一步了 這個也是他特別推薦給我的披薩 要我試試看披薩 欸其實很答應的 喔 Oh my God 披薩要好吃欸 看看啊 試看看 有料 其實蠻好吃的 你要說跟 一般賣的披薩 當然是不一樣 就是 以披薩麵包來講嗎 對披薩麵包那種鹹食來講 我覺得還行欸 我覺得是好吃欸 我吃一塊 我吃一口 很香欸 欸我覺得不錯啊 吃起來蠻有另外一種感覺 對 就鹹甜鹹甜 那你可以吃看上面那個比較捨自的 那不能吃 喔 對啊對啊 咖風脆欸 欸這個 就是很脆的底頭 它就是 真的就包 一大隻的底頭 欸也不知道自己 就是它把 一整包包的外面弄得很脆 欸有料欸 嗯 對啊 做個八分 真的很高喔 剛剛加一分喔 而且其實它現在已經是有點冷掉了 對 它如果 對對對 Oh my God 不錯的欸 哈哈哈哈 質感傳統車輪餅店 傳奇車輪燒 千點傳統全新感受 選擇太多每個都想吃好難受 千點先做熱騰騰的品質保證 用料大方不怕你吃根本車輪餅特勝 外皮的口感軟硬剛好堪稱完美 內餡的調味恰到好處美味轟炸我嘴 經典奶油紅豆芋頭不敗三見客 鹹的大堆起司但有夠香害我一直客 從草臨發起意開到埔裡 好吃的車輪餅就在這裡 奶油口味 吃喔 嗯 嗯 還是傳統的那種奶油餡 這真的是很好吃欸 喔 好快 哈哈 內餡的口感很好 外餡它有這個凸凸的地方脆脆的 有些餅皮它會 可能你一撕開然後可能就破掉 或是它的餡就會從另外一邊爆出來 確實它都沒爆 它不會爆 它可以完整這樣撕開 然後你邊吃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說 會從下面擠出來 不會它的邊邊其實是弄得蠻好的 確實 紅豆 紅豆 紅豆會很濃欸 它那個紅豆是有保留那個紅豆形狀的那種紅豆 而且是用那個滿滿的紅豆味 我覺得紅豆現在好像沒有很濃 因為它真的包得很好 它這個餅皮真的是不會炸出來 這美食不包那麼好的 可惡喔 所以它就開始有一點爆肅感覺上來 不用了吧 欸有聞在咬你的臉欸 真的啊 真的 哪裡 還在嗎 走 是芋頭 喔好濃喔 這個不錯 我覺得會怕芋頭味道的人 可能 這個我會不太行 這個已經在我的臨界半圍了 你在怕芋頭 會啊 它的芋頭味道很濃郁 不過有一說一啦 今天如果是愛芋頭的人 我覺得他們都會喜歡 所以就一整塊一整怕芋頭 對 它是有實體的欸 嗯 所以它是整塊的芋頭欸 我會扛不住喔 這什麼是這樣的口味 接下來是起司蛋口味 這個也是他們推薦的 鹹的口味機 喔 滿滿的 這個蛋 這個滿香的欸 它剛剛是加一整顆 對它是直接加一整顆 就是一整顆所以覺得真材實 它會有加胡椒對不對 因為它胡椒味蠻重的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欸 很多 還有三顆啊 沒機會先說 因為它口味太多種 看我們都想吃看看 我要吃珍珠奶油 欸還不錯欸 我覺得它珍珠也不太甜 然後珍珠的搖桿也還不錯 跟一般飲料的搖桿不太一樣 感覺是恰好 適合在這個 車輪餅裡面的那種搖桿 而且它的那個奶油 跟珍珠的餡料的 量 分配得剛好 就是又吃得到奶油 又吃得到自己 很香 很爽 好吃 所以你覺得不夠甜嗎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 剛剛好 其實有那個香味 又不會太甜 不會讓你覺得不淡 這個跟起司蛋我都沒有過 很像那種 早餐店的鮪魚蛋圖吃裡面的那種鮪魚餡 它這個餡超級多 它整個裡面全部都是鮪魚餡 很爽 我知道 重點就是你要吃鮪麵的時候 捏住後面 後面才不會炸開 因為他說它包餡的跟經典的那餐款 他們的做法是不一樣 它其他的這種都是那種 看畫包式的那種感覺 這不夠甜的嗎 你會吃得甜欸 沒有 我覺得你飲料每次上 我喝那個啊 Yu的奇怪點看我 我真的還沒震到全糖 他要全糖嗎 對啊 不過鹹的是蠻好吃的 點開甜的不夠甜 那我覺得也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對 我自己吃是覺得還不錯吃 口齒奶油很強烈 正常的話 下午才會再點個兩顆就很好 兩顆 兩顆差不多吧 喝吧 真的嗎 喝 你要想吃多一種口味啊 我覺得它的重點就是 它的餡料啊 奶油它就是奶油味就很重 紅豆就是紅豆味就很重 但它都不會有過甜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如果是喜歡吃很甜的 可能不太適合買這家 但你如果是不喜歡吃很甜的 我覺得很不可以 番茄生分餅 好吃 想不到草屯也有越式洗法 來舒奇爾越式洗頭放鬆一下 越式洗頭其實就是有按摩又有洗頭 頭部肩頸手臂小腿都不放過 從泄妝到洗臉 當然還有小黃瓜敷臉 姐姐的妙手在臉旁各種拉提 馬上來體驗 有專屬停車場喔 大家不用擔心 會員駕1180耶 哈哈哈哈 你們這樣水溫可以嗎 就有條理好 好 那我們趴趴放下來囉 有煙耶 有 那我們薰蒸的 土 氣 吸氣 說話有點很厲害 幫助臉部放鬆你 胃 然後我們先聞香放鬆 我不放鬆喔 真的很舒服耶 感覺我泡胃等一下睡死了 當時是最好的 下巴會變小嗎 姐姐舒服耶 可能要床嗎 有建議多久要來做一次嗎 口袋生可以一個禮拜來一次 肩頸的精油按摩 舒服嗎 超舒服的 不敢把你眼睛看起來 你一定會睡著 什麼特別的手法 什麼特別的手法 蟹妝 蟹妝 想問一下為什麼叫正銅 越式洗髮 正銅跟不正銅的差別是什麼 不正銅嗎 那結合我們越南的一些傳統 我們都會順便會洗臉 等一下會用那個臉膨頭這個 直接會從臉上 臉上沖水 對 在台灣就沒有嘛 我們就是洗臉 然後就用那個洗臉件去擦 懂懂懂 然後還有小黃瓜敷臉 還有用這個藥草 就是像我們越南的一些特色帶過來的 哦 了解了解 那才是真正的洗臉 對這才是洗臉 剛剛是卸妝去角質 這什麼手法 洗臉的手法 舒服嗎 那有什麼奇怪的聲音 對啊 指甲碰指甲 有的客人都想說你用什麼工具 對 現在還有工具 水喔 來 水屋可以嗎 喔 這會沖到臉上耶 對 有點燙 好 可以好 那我們現在送水囉 脖子耶 上半身都被洗到了 對 上半身的時差沒洗 中間 臉部撥金 所以這是按摩霜 撥金棒 把它線條出來 對 臉會變小 也會變小 完了這刀場嗎 好 指腹跟手掌這樣子 對 對 手掌所以是縮 避免下垂嗎 嘴邊弄歪 有沒有 嘴邊都要把它提起來這樣 為什麼會不要 V臉 V臉 喔 我會變V臉 洗洗頭 我會先這副眼鏡 把髒的先擠掉了 妹妹舒服嗎 超舒服 哈哈 什麼手法 服服的手法 很爽耶 現在是在幹嘛 他拿水直接沖毛巾啊 好是喔 你沒有覺得你眼睛熱熱的嗎 有 可是就是沒有很明顯的感覺 看來汽車變好了 變好了 我覺得有了 喔 圍起來了 對耶 要把它圍起來 因為我們要薰蒸頭髮 包緊緊耶 這鼻子跟嘴巴也會套起來 好像知道無法呼吸 好像無法呼吸 喔 喔 一個大罩子耶 等一下啊 會幫你 洗腳去腳趾 現在幫你做薰蒸頭髮 會看的話跟我講 這裡可以休息一下喔 姐看你認真 很像在研究你的腳 拉個一下 然後指縫擦乾 這功法很多耶 這個學成出師要多久 看每個人 興奮 哈哈 默默都包好了 你整個人現在看起來像一個 木乃伊一樣 我們現在會好熟 對 好熟喔 真的是 只有我剩中間沒有 處理到而已 對啊 有點像我們看護在照顧病人的感覺 哈哈哈哈 沒那麼嚴重 我癱花的見面 哈哈哈哈 嘴巴跟下巴看起來 放鬆的放濕 哈哈 真假 好濕帶樣貌 可是 所以黃瓜是現切的 對 從冰箱 拿出來 現消的喔 我嚇一跳 現在要開鍋了 喔 開爐了 對對對 我們要開鍋了 欸 為什麼開的時候還要慢慢這樣開 因為把它拍掉 好貼心喔 對 很冰嗎 因為剛剛從冰箱拿出來的 哇 但滿舒服的 對 有沒有聞到 新鮮小黃瓜的味道 直接放在你嘴巴上 對 叫你閉嘴 哈哈 下面這個很浮誇耶 哇 很酷耶 下去很多 你看 好細心喔 這個一開始遮住 也是怕它直接衝到下刀 對 它會嚇一跳 喔 它可能會嚇一跳 因為突然有水下來 它也很厲害耶 很像解教蟲會把你掐死的感覺 沒有 哈哈哈哈 嘩 姐姐那你本身自己會做這些嗎 不會啊 這都是學的啊 誰本身就會這些 你說在家裡沒事 就在練習小小黃瓜 小黃瓜不用學 小黃瓜不用學 我說你會這樣洗頭嗎 沒有 還沒完喔 保養部分 不要啊不然臉皮太乾了 我們完成了 完成了 喔還有用茶 汽車車真的有變好嗎 我覺得好像有耶 看起來比較有聲 洗床的時候來 要不要閃 算了 要第一次皮上 非常感謝你們 第一次獻給了我們家 妳不有變好嗎 我覺得有耶 換藍衣型的嗎 真的換藍衣型 整個都變了 好棒喔 好像臉有變小耶 特別下巴線比較明顯 姐姐都沒有用手 沒有用手這樣 看起來還是很直耶 對啊 我都問了我沒有錯 時一時問你一下 還真的說要上八卷 真的幫你弄耶 其實平常是沒有這樣做 這樣給人叫你滾蛋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大功告成 今天可以嗎 超可以耶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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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值得 感覺可以常來 要夾Line的嗎 對要夾萊魚 這次往前來 真的很棒耶 這整個人都好舒服喔 那對於其他網美拍 很驚恐的這種體驗 你覺得 並沒有這麼驚恐 其實是很舒服很放鬆的 是很舒服 可能每一家手法不太一樣 這家手法是讚 推薦大家來草屯的這個 越式洗飯 真的 可以特地來一趟 可以 你看我都從新北街到草屯 讚 他有送這個 給你喜歡什麼 還蠻可愛的耶 其實 要大飛機過來的 謝謝老闆 掰掰 掰掰 想不到草屯有這麼多用心的店家 趕快去體驗看看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祝你天氣美好 心情爽朗